慈激教练会志工和大爱妈妈来到沙拉越佛教会幼儿园带动孩子笔手语 现场气氛温馨 活动不只是孩子学习 家长也一起成长 希望家长能够学到放手 而且不要把孩子得错 应该要让家长知道要怎么放手 让孩子放手 让老师们来带 最主要我们是给孩子看外面的世界 他学习的东西更多 他不要读书 我就叫他帮我钢我的那个重的东西 特意叫他去钢 那个晚上他钢了 他就会发觉到原来爸爸做工事这么辛苦 每个人对孙子都是疼的 对自己儿女都是疼的 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教育 跟现在年轻人的想法不一样 而且以前小孩比较容易带 我们也知道说教育小孩子其实不容易 在游戏区父母体验陪伴教育 志工鼓励家长参与孩子的成长过程 从出生到往生他是一瞬间 然后我觉得就是很希望 母亲他可以好好珍惜 每一个当下 孩子的教育 亲师生共同参与 活动让孩子快乐中学习 也让家长体验不一样的教育方式 大约新闻林永柱 沈泽荣 马来西亚报导 大约新闻林永柱 沈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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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泽荣